做大厨 那首先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呢 切成丁 哦 啊 因为这个土豆呢 我们要切成也是丁状的 是啊 啊 我们呢 土豆切丁的时候呢 不要切的太大啊 一般呢 一厘米左右的丁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咱那个小丁就可以 对 其实我倒觉得有的时候 在这个季节啊 大家晚上不爱吃饭 可以用土豆来带餐吗 是吧 是 做主食 今天准备了一点别的配菜 对 我们呢 还要切点黄瓜丁 黄瓜丁 这个黄瓜丁呢 在里面提供一些足够的水分 嗯 嗯 那我们这个辣椒丁呢 是提供颜色的啊 没错呀 而且呢 我们红辣椒里面这个季节来吃呢 它会提供我们足够的VC 啊 嗯 有道理 嗯 其实我们平时吃过公保鸡丁 朋友都知道 公保鸡丁里面必有这几样 有什么呀 都想想看 有黄瓜丁 是吧 黄瓜丁 胡萝卜丁 哎 辣椒肯定有的 还有就是 呃 那就黄 公保鸡丁肯定有鸡丁 哈哈哈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道公保菜 除了鸡丁之外 它有的都有 那以前公保鸡丁没有的 咱也有 对吧 大叔 对 咱们总是 公保鸡丁呢 它用的不是土豆丁 对呀 它用的是笋丁 啊 对 它会有笋丁 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 随着我们到山东地区来 啊 那我们把这个辣度呢 给它减低 然后呢 把我们北方不常见的竹笋呢 换成我们常见的土豆了 啊 这样子呢 我们大家可能吃的比较多了 我就觉得土豆就是应该在公保菜里出现的啊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误区啊 那我们呢 今天呢 其实把这个土豆用公保的方式来做出来啊 让小朋友呢 也能够喜欢吃 那今天我们不用鸡肉用什么肉啊 我们用的是猪肉 猪肉 大家看我手里这块肉呢 大家应该就明白啊 这是猪的净背肉 哎呦 这块肉好啊 看起来 它呢 肥瘦相间啊 那这样子呢 它的脂肪含量呢 有一点点啊 但是又不是特别的腻啊 那吃起来呢 非常的嫩 那我们肉的量呢 也不要特别多 差不多有50克到100克之间就可以了啊 嗯 对对对 顶刀切 而同样呢 这些肉我们也要切成丁 好的 这个公保鸡丁 爱吃吗 你们 爱吃 那么它用到的 主要是用一些辣味的调味料啊 辣椒呢 啊 脾鲜豆瓣呢 这样子一些来炒制的啊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小朋友来说呢 他往往有些不太愿意吃这么辣的食材 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调料当中呢 减去了脾鲜豆瓣和干辣椒 我们只用到了一点的青红辣椒 也就是今天这个不辣 怎么样宝贝 就是可以了吧 嗯 小朋友就一般都不爱吃辣的 那么这个肉呢 我们要给它加点盐 加点胡椒粉 然后呢 加点淀粉料酒给它上上姜 好的 那我们来一点儿 淀粉 嗯 料酒 淀粉给它上上姜 不是用水淀粉 就是用干淀粉就行 用干淀粉就可以啊 哦 好 加点淀粉 那加点淀粉料酒 还有胡椒 还有盐 胡椒 盐啊 是 然后呢 把它搅拌起来 这就是呢 给猪筋背肉啊 给它上一下姜 对的 那猪筋背肉呢 经过这个二次处理 就变成了咱们韩国料理店 常吃的松板肉 对 是吗大叔 对 好 那我们这个土豆呢 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切好了之后啊 我们就开始准备下锅了 好的 那第一个要做的呢 就是土豆 土豆呢 它的成熟度和其他的成熟度呢 都不一样 我们首先呢 要把它先焯一下水 土豆要焯水 对 那我们的猪肉吗 其他的都不用焯水 都不用 直接下锅就可以了 好 土豆要提前成熟 这才可以 对吧 大约需要多久 一般呢 开锅以后四五分钟 就五分钟也行 它这里边的三十虾微啊 包括它里边的淀粉啊 像这些食材啊 这些营养素啊 到我们肠胃里面去以后 非常容易消化吸收 没错啊 但是呢 我们在吃土豆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点啊 那同时呢 吃土豆的量虽然多一点 但是呢 我们要把那个主食的量呢 减少一点 那我们取消了这个 脾腺豆瓣的添加呢 那葱姜蒜还是不能少 那么这些葱姜蒜的添加呢 会让我们今天炒的这个 工薄土豆呢 非常的香口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葱姜蒜呢 给它切一下啊 虽然呢 我们把这个脾腺豆瓣去掉了 那不辣了 但是我们葱姜蒜呢 还是要有的 那么葱姜蒜呢 这个香味 会让我们今天这个工薄土豆呢 非常的香口 小朋友们就不会抵触它 就会愿意去吃它 这边土豆呢 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我们这边呢 就要开始炒肉了 好 锅里呢 先加一点凉油啊 然后呢 我们把锅呢 润一下 等待这个锅热起来啊 然后呢 咱们再加一点凉油 这样子呢 热锅凉油 我们就可以下肉炒了 可以感到一个不粘的效果 不粘就是没有锅凉油 对吧 那咱们 听说还可以有这种办法 这小技巧了算是 那咱们在家里呢 不管铁锅也好 这个银钢锅也好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嗯 明白 好 那锅热了以后呢 我们加一点凉油 好 来 把我们刚才上好姜的肉丁呢 放下来 哎 这不用那个什么滑油滑水的吗 这其实呢就是一个滑油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是家里没那么多油这样的煎油 我们就是炒一下 这比较是家庭的人是吧 咱们在家炒肉的时候会这样子做吗 比如说煎的变粉 对 又这样做过 又这样做过 是吧 而且呢 用油炒呢 和用水煮 它这两个结果呢 是不一样的 嗯 之前呢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也经常建议大家用水煮 虽然呢 它也有这个 嫩嫩的效果 让这个肉变嫩的这一个效果哈 但是还确实不如这个油炒的要滑嫩一些 油炒的毕竟呢 它就是温度比较高 是吧 对 温度高一点 虽然把这个肉里面的水分也在锁住的 对的 像我们这个上浆呢 主要是让这个淀粉重熟以后呢 它形成一层淀粉浆 裹住肉 不要让肉里的水分呢出来 那这样子呢 我们用油呢 会更快的凝固 它这个淀粉浆会更快的凝固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的 对吧 好 那咱们就把它爆炒一下 对 那炒肉呢 一定要炒到它完全变白为止 是 这个火力的掌握呢 还是中小火就好 不要太猛的火力 好 那我们这肉变色以后呢 这葱姜蒜又放下来 给它炒香 我平时在家都是先葱姜蒜爆锅再放肉的 对 这是为什么今天就颠倒了呢 咱不是有一个滑油的一个过程吗 这怎么是给肉先滑油 这就是一锅粗了 好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土豆呢 也基本上出现到半透明状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没错 如果先倒锅再加入就通就老了 就黑了是吧大叔 对的 就烧焦了 然后那葱香味呢 就不够持久了 有道理 好了 好 那咱土豆下锅以后呢 炒它一下 嗯 好了 调味 现在的调味啊 咱那个花生还有那个 辣椒 黄瓜 香 一定是一步一步的下 好 先调味大家看我做 嗯 那首先呢 盐放下来 差不多呢 有五克左右 来点糖 糖呢 差不多也是五克左右 好 炒一炒 来点酱油 好 来点酱油 鲜了酱油就行了 对吧 这到现在看我们觉得还是很简单的 是的 我们就怕大叔做的菜我们操作不了 你知道吗 一到家常 这个酱油呢 已经不要太多啊 少少的一点点啊 炒香 再来点醋 好的 陈醋吧 大叔 陈醋香醋都可以 是 这个醋的量呢 也是在十毫升左右 这是苗家醋吗 嗯 那咱这个醋呢 加进来以后啊 它可以帮助我们炒菜的时候 比较多的油嘛 然后一个是解腻 一个呢 它这个醋和这个我们的料酒啊 要结合起来以后呢 它会形成一种纸 特别的香 哦 真香的 对 最后呢 加点料酒 酱油 醋酒 这三个顺序 加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辣椒放下来 炒一炒 但是你今天做的菜不挺不慢的 让我们一改变 它对这个做锅宝菜的印象 闻一下锅宝菜都是 叮当叮当咔咔咔咔 是 它在那个那种方法呢 是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要超过水 包括辣椒啊黄瓜啊这些都要超过水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碗 把这刚才我下进去的这些调料呢 都放到碗里来 调好了碗子以后呢 下进去一爆锅 那是这样一爆锅 最晚之 好我们在家里呢 就尽量呢就是一锅炒出来就完了 这样一个最简单 也应该适合我们家庭来是吧 好 加什么这是 辣椒炒了 炒进去以后呢 略微有点成熟了 最后把黄瓜放下来 清新一点是吧 这道菜永远还很丰富的 葡萄 蔬菜 又有呢 肉类 好 然后呢少来一点点水 这个水的量呢 差不多也就是20到30毫升 嗯 不要太多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水淀粉呢 勾一点芡 嗯 这勾芡最后的时候 它会稠厚 那咱们最后呢 把花生撒到锅里来 炒匀 就可以出锅了 哎呦真香啊 你看那土豆啊 这么一炒完之后 它油黄油黄的 但是我们一般做土豆 说实话炒的机会不多 我们都是土豆丝会炒 土豆化油炖 是吧 哎 其实像我们做工薄土豆呢 它应该是红油的亮丽的颜色啊 那因为今天小朋友呢 他不能吃辣椒啊 对啊 我们今天把那个 呃皮肾萝卜耸去了 颜色呢 虽然说不是那么红亮的 但是呢 它也是五颜六色的 小朋友呢 肯定会喜欢吃 对啊 最后出锅以后呢 再抓一点小花生 哎 撒到上面 我看他有偷吃你的花生 吃起来了脆脆的 哈哈哈 它脆到呢 你咬它的时候会有崩芽的口感 想要炸到这样酥脆的花生的话 那我们有一个方法来做啊 首先呢 我们炸花生的油 是冷油 冷油 不能用热的 把油先烧热了再放花生 那不行 这个花生呢 你炸不到这个脆度 啊 第二个就是时间点 那我们炸到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 我们炸花生的时候 随着油温的声高啊 那么这个花生呢 会有一个噼里啪啦爆响的一个声音 当这个爆响的声音停止的时候 或者说剪到很少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尝一尝了 那尝花生的时候呢 切记把花生放到你的舌头或者嘴唇上 一定是呢 咬到你的两尺之间 这样的 干嘛 嗯 像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 你才不会被烫到 啊 如果你直接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 你会所有的都会烫到的 是 啊 那牙齿咬住以后呢 你的利用你的呼吸啊 让它降温 然后你再嚼一嚼的 啊 如果有松花生的味道 那你再过十秒再尝第二颗 啊 就是再尝第二颗 那如果这个花生你咬起来 虽然是软的 但是它已经是熟了 就是没有松花生的味道了 好了 马上出锅 停止关火赶紧把它捞起来 用一个厨房纸啊 把所有的油纸给它吸干净 蘸干净 啊 那这样子时候呢 等它冷却下来 等它冷却下来 不会过火 会生 我理解了 所以说来说去 大家千万别忘了 这个每个系列都把握好之后呢 我们这道菜才会真正做到极致 味道怎么样呢 我们嘴巴 说个色 来尝一尝 土豆咬到嘴巴里都是绵密 那个花生又脆 然后咬到肉水又很嫩 那感觉很有那种丰富的口感 对不对 是 还不错 这道菜多有营养啊 那你在家里有没有想过 给家里的宝贝做做看呢 宝贝你喜不喜欢吃这道菜啊 喜欢 喜欢 你看小朋友一定会喜欢 一定很香 在家里试吃咯 我们一会儿还有 更多每日的菜品给您奉上 一会儿见 制作公保土豆 最后所需的主要食材有 土豆 猪颈备肉 黄瓜 辣椒 花生 葱姜蒜 第一步 将土豆切成一厘米左右的丁 黄瓜切丁 猪颈备肉切丁 第二步 在肉丁中加入适量盐 胡椒粉 淀粉和料酒 拌匀 锅中加水 放入切好的土豆 超至五分钟 葱姜蒜切片 第三步 热锅中倒入凉油 放入肉丁 炒至肉丁发白后 放入切好的葱姜蒜 炒香 第四步 锅中放入超好的土豆 五克盐 五克糖 适量酱油 醋 料酒 切好的辣椒 红瓜丁 再倒入适量的水和水淀粉 最后放上炒好的花生米 翻炒片刻后 出锅即可 这样鲜香嫩滑的空薄土豆就做好了